其實這個中國現在也是進退兩難啊 這個拜託俄羅斯你不要靠近啊 可是俄羅斯好像也知道這個朋友不牢靠 但是呢這個制裁最大的破口就是中國了 那所以對俄羅斯來講 我現在剩下最最有用的朋友也是中國了 所以還是開口 不停的跟中國要東西 中國頭很痛啊 現在俄羅斯是要挺而走險 但中國呢 中國現在是要把這個惡鄰居惡親戚 能夠隔離就隔離 但過去洗腦洗得不好 現在呢民眾一頭熱反而是政府高層 哎呦現在要怎麼辦進退兩難 現在呢全世界最跳起來的有錢人群是誰你知道嗎 俄羅斯的有錢人 俄羅斯這個有錢人講句實在話 生活之豪奢之誇張 有時候我們都每次看到那種所謂的很多的節目都在演 這些人他也不遮 為什麼不遮呢 我好不容易靠著普丁現在這麼有錢的 我當然是能買的就買能用的就用嘛對不對 對所以什麼遊艇啦飛機啦飯店啦美女啦 生活多奢華就多奢華 還有買球隊的 但現在呢全球都在抵制 美國抵制英國抵制澳洲抵制 現在呢你的財產封鎖拖出來 誰呢 阿波羅莫維奇 阿波羅莫維奇我們台灣人不熟喔 這傢伙大有來頭 超級俄羅斯寡頭 切爾西隊的老闆 然後呢極度有錢 然後極度有錢之外呢 他的生活又極度的奢華為什麼呢 全英國人都這樣子 眼睛看著他很不舒服 但是他的資產又全部都在倫敦 又靠他賺錢 所以怎麼辦呢 也無可奈何 但現在呢 先說這台遊艇真是漂亮 扣起來 不難用 然後呢 切爾西現在呢賣 然後他說 我不但要賣 這筆錢我還要捐給烏克蘭 自己理虧啊 他也知道自己理虧 那為什麼呢 因為普丁硬要打嘛 資產現在全部凍結哦 然後現在呢 連俄國富豪 最後藏錢的地方都曝光了 你知道藏在哪邊嗎 藏在哪兒啊 藏在自由免稅港口 因為現在很多國家 現在連瑞士不是袖子捲一捲 我不中立了 我也要來打 那瑞士都氣了對不對 很多那種自由港口 近期其實在意大利哦 這次我們下次再來追 意大利現在有一艘 非常豪華的遊艇 據傳是普丁的 但那個船長打死不說哦 扣起來 那如果真的是扣起來的話 說句實在話不敢說大快人心 但各位這個是應有的正義 但現在你知道最好笑的是什麼嗎 中國人 中國又發神經了 中國的頭腦筋 咬不胖你知道嗎 常常就在那邊走經 先來說 全世界都在抵制當中了 現在中國網友又發作 什麼叫又發作呢 以太幣的創始人 這個叫做布特林哦 布特林是俄羅斯人 然後他現在住在加拿大 據傳他的身價非常高 高達幾十億的一個美金哦 被罵 要問什麼呢 他幫烏克蘭說話嘛 然後呢 這個中國的網友哦 居然罵人家什麼呢 他一趟路從中國 去罵一個住在加拿大的俄羅斯人 罵人家漢奸 這人家跑有夠遠的 他說你不是俄羅斯人嗎 你這個漢奸 難道普丁對你不好嗎 結果呢 人家布特林說什麼你知道嗎 任何一個正常的國家 我們要能夠對政府所實施的暴政 予以抵抗 各位這個才叫對的嘛 為什麼人家一趟路可以賺這麼多錢 人家至少腦袋是清楚的哦 結果呢 各位一個二百五就在慘了哦 現在是一大堆的二百五 為什麼呢 再來看哦 中國網友現在真的是有病 先來說哦 這個鏡頭稍微遠一點點哦 中國的網友居然在幫普丁打爆不平 他說什麼你知道嗎 說你們這些人真壞哦 全世界現在有一半的國家 都在欺負這個男人 這個男人就普丁嘛 但各位 這個男人在正在殺老弱婦孺 這個男人正在用所謂的白鈴彈 這個男人正在用一些所謂的國際不符合的 然後呢 還有人說什麼呢哦 他正是一代的傳奇人物啊 他就是現代現實版的一個消風啊 然後還說跟普丁說什麼呢 幫他們回家看你知道嗎 這些網友真的是不知道 哪邊討論有問題 普丁你不要怕 放心有中國在 可是網友說有中國在哦 中國政府不敢 中國政府不敢 中國政府現在怕呀 怕得要死 那為什麼呢 因為很明顯的幫兇是他嘛 各位還記得嗎 普丁前最後一次出兵前 最後一次出現在重要的場合上面 東奧的開幕儀式 拿了1000億歐元的訂單回家去 填食他的口袋 他認為他有本錢 他有實力可以打這場仗 然後呢 目前美國金融時報已經說了哦 俄羅斯現在請求 中國提供 軍事裝備跟其他援助 那這個呢 先來確定一點哦 這個是確定的新聞 還是挖坑 挖坑 對啊 人家說挖一坑給你聽啊 挖坑 那各位到底是什麼呢 但目前呢 先說白宮的擔憂 我們全世界現在都在能幫烏克蘭盡量幫 結果你們中國這麼做 各位坑還沒挖罪名先有了 罪名先有了 但重點 我們這次要談重點 重點是這場仗 整個中國幫得起嗎 他要得起嗎 要不起 要不起 你知道今天全世界股市大概都反彈哦 台灣的股市一開始還不錯 結果過不到五分鐘馬上崩下來 你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什麼事 深圳封鎖 深圳封鎖 深圳封鎖呢 深圳封鎖現在會封鎖多久呢 有人傳一週 有人傳多久 這個不曉得 因為現在的消息很亂哦 但電子呢 目前長短料缺缺的亂七八糟哦 深圳現在要做整個封閉式的一個管理 這兩天香港炸鍋 炸鍋 炸什麼鍋呢 疫情 然後疫情呢 嚴重了 感染的人多 死亡的人數也多 結果讓香港炸鍋的最恐怖的一點 是什麼你知道嗎 這個叫人屍一事 發生什麼事呢 生病 死掉了 來不及去所謂的太平間 病人很多 對 屍體先放在病床下 然後新的病人又來 就在同一間 還被抓到 記者要撥 各位炸不炸鍋 這種事情在全世界在民主國家 正常來說香港現在不算民主國家 炸了 真的炸 所以第一個香港炸 深圳炸對不對 就業率 最近出來就業率 你知道多慘嗎 去年到現在大學生 新的大學生都快出來了 現在大學生五個畢業生 只有一個有辦法上班 四個人在家怎麼辦呢 打電動 肯老米 然後呢 做私人 他們現在大陸有一句話 做私人 那為什麼做私人你知道嗎 沒工作嘛 只好當私人啊 寫寫詩 真的寫詩嗎 其實也沒有 可是失業率居高不下 所以中國的經濟千瘡百孔 現在幫得了嗎 各位中國的經濟很不好 我們不敢說我們台灣真的經濟好或不好 陽明據傳在今天下午已經確定 20塊 20塊 那為什麼呢 當然要對股東好一點吧 好回到整個星期六最正報的一個消息 是烏克蘭的副總理兼科技部的部長 投書台灣 說什麼呢 說你們台灣華碩 我們台灣 不是你們台灣 我們台灣 我們台灣華碩的產品真的非常棒 華碩的電競產品 在整個俄羅斯的市占超過三成以上 我們跟各位說過 台灣的宏基華碩雙A 在整個俄羅斯是賣得下下叫的 他說你們這麼好的一個產品 俄羅斯不配使用 他們的道德不好 但沒想到這句話後來被張進給堵了 為什麼張進給堵了呢 他們說你們烏克蘭今天軍售那麼多 要不要先為軍售大陸來道歉 後面想一想還真的是 你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中國大陸現在的主力戰艦 動五二低 動五五那個叫現代大區 動五五精良到連俄羅斯都說 我們戰艦不要自己做了 我們跟中國買就好了 他們做的戰艦又便宜又好 你知道引擎誰做的嗎 烏克蘭做的 所以你先為整個軍售大陸道歉 再請華碩來做抵制 那當然現在很多事情 真的在口水戰當中 我們也為烏克蘭這些人辛苦的人 我們為他們獻上祝福 希望戰士能夠找點泥皮